小华 行啊 小吉同学 一下子身为副经理 底身都两万二了 你得请客啊 行 从吉喆的升职 验证了一个 颠簸不破的真理 什么真理啊 战队很重要 跟队一个人 少奋斗多少年啊 还真是啊 齐聚刚开始 急什么呀 慢慢下了 我说你们至于嘛 我可没把这事看那么重啊 不就职位嘛 甭管是职员还是经理 在咱们这儿 说天大了也就是个民企 没什么含金粮 不过 涨点工资还是货真价实的 要不这样 你们说地儿 我请客 今天晚上咱们好好腐败一下 好啊 顺放酒吧凯丽威得成套 没有 交给我了 我说你们各位 别急着杀富济贫 想想咱们现在部门一拆为二 怎么码位子啊 原本的电视台 通知大家都看了吗 看了呀 运营策划部 从今天起正式分离 奉许总的指示 要给大家重新调整工位 策划部留在原地 运营部搬到西区 西区 西区西晒 夏天能热死人 平时让我们搬啊 就是啊 许总说你之前要求过 要有一个独立的办公环境 那么现在就把整个西区都划给你 办公室洽谈间 符合你的要求 这话是她说的 她够损哪 行 整我 我跟你们大家说啊 我是不搬 你们谁也搬谁搬 我也不搬 反正搬不搬是你们的事了 我通知到了 瞧 这么快就给咱们穿小鞋了 好 那要不然我们搬吧 你少装好人 你不觉得你太纵容许诺了吗 我承认她在营销上面是很有能力 但在管理人员上面 她太孩子气了 孩子气 他们现在在为换办公室的事情 两个部门都快打起来了 有这么严重吗 不管怎么说 这件事情 好像有点夹私报复吧 夹私报复 报复是你 明摆着 皮特啊 许诺跟皮特能有什么私怨呢 就算有矛盾应该也是工作上的 皮特工作懈怠 许诺作为上司 敲打敲打下属 这也很正常 还是说 你是我姻皮特 先坏许诺我是真的 你别把事情想得太过复杂了 许诺在这件事情上面已经很宽容了 分立部门给所有人都保留了的面子 你也要学得大气一点 许总 怎么了 办公室的事我已经吩咐下去了 可是皮特说他不搬 不搬 他说那边西山 说我过去找他 一个大男人搬个办公室还挑三拣四 那么多事 你跟他说 今天下班之前必须搬走 那可是他这要扛着不搬呢 你让网管先把电话线签过去 再把电脑搬走 还是您厉害 这要是把电话线和电脑都签过去 他不搬都不成 行了 辛苦了 严金灵 我们行政部本来就是做一些 费力补讨好的事 我都习惯了 哪来的花啊 白总特地让我给您送来的 说是祝您节目收视长红 这上面还写着字呢 永远爱你的白而不过 我不是跟你说了 我不要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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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了 我跟前台说了 我说不收花 不收花 这下送花篮了还这么大 我连扔都不知道往哪儿扔 这送到前台吧 也不是很合适 你说要是沈总看到了多不好 我就给拖过了 放心 以后我说了 不管是花 花篮还是花圈一律不少 好了好了 为什么没有一件事情 让我生心的呢 妈 只要你回来了 睡着了 你怎么了 曼妮就好像做了一桌子的菜 你不回来吃也不打个电话回来 我们打你手机又找不到你 我手机摔坏了 他这么大个人了 还这么不小心 那我明天就换手机 厨房啊 那些菜都留着呢 那些菜都留着呢 去吃啊 我不饿 我吃饱了 那你明天要吃啊 不要辜负人家对你的心眼 我知道 回房间睡吧 等你着聊 好 喂 你好 迪欧公司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好好好 您稍等一下 您说 等销售部的同事一来 我让他们马上跟你联系 再见 安娜 安娜 我把销售部接了一个大单 你知道吗 他们要补多少货 五百万 五百万 安娜 你可真是太天真了 一点都不懂职场的规则 得罪的人还在那儿美呢 我得罪谁了 在职场人人都有自己的位子 你可以守卫 但不能越卫 当然了 如果你想越卫 那你也得做得滴水不漏 让人看不出来 明白吗 嗯 安娜姐姐 你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说白了吧 销售部的人靠什么吃饭 靠的就是客户资源跟客情关系 他们最恨的就是有人越过他们 跟代理商直接对接 我没越过他们 刚才销售部电话一直想 那边又没有其他的同事 那我从不能不接啊 万一他们有什么及时耽误了 那怎么办啊 耽误什么了 你不接 他们就给业务员手机打电话了 再不行等着上班了 他们再打不就接上了吗 那你的意思 我 我又错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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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